汉阳造艺术区,是我来武汉的第一个打卡点,导航来到大门,感觉像是走错了,因为我七点左右就来了,一路上都没有什么人,吸引我来的这里原因呢,因为它是一个由废弃工业厂房改造的一个艺术区,也是武汉的艺术名片之一,但我更想了解它的前身,前身为中国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汉阳兵工厂和824工厂的一部分,提到这里, 肯定会有很多人想到汉阳造步枪,它是中华第一枪的制造者,并持续生产了48年,在当时,汉阳兵工厂是建设规模最庞大,各项生产线最先进的兵工厂,特别是出产的汉阳造步枪,堪称中国抗战主力枪械,在各大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,尤其是为后来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巨大帮助。 1960年,824厂的军工企业武汉鹦鹦磁带厂迁至于此,一只鹦鹦唱响大江南北,还记得那首在太空上播放的东方红吗? 就是鹦鹦磁带厂生产制造的,武汉824工厂唯新中国的代号军工厂和北京798工厂有着类似的历史背景。 随着北京798艺术区的兴起,2009年,在政府与企业的联手下,汉阳造的改造计划才被提上了日程。 汉阳造代表着中国的工业革命,不论成败它都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觉醒,现在这里成了很多文艺青年的拍照圣地,里面有些也改造为了工作室,可能只有这长满爬山虎的红砖墙,才有着岁月的痕迹吧。 如果你想在这里寻一点前身的印记或是拍文艺大片,这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我是大萍,我们下个视频见,拜拜。